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vercam Evercam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他如果你是存录影的话 其实也是还好 那他是台湾数位学习科技做的 台湾人做的网页 那你直接在这边做下载 那一样下载好之后直接做安装 那装好之后呢 免费的版本他可以用一个月 然后会有浮水印 那你下载安装好之后 在你的桌面会有一个Evercam的捷径 那你打开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捷径在上面 出现一个捷径在上面 那这边也是有一些选项要稍微留意一下 首先 一开始的话在 设定这边我稍微讲一下 这边呢你要选你的 你要用哪一个麦克风去录音 所以这边也是要注意 那一定要选到才 选到那个麦克风 才能够有录出来有声音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呢 录影的范围设定这边 点一下之后 我们会选全萤幕 会选全萤幕 然后按确定 那这两个设定都好了之后 都好了之后 那还有一个如果你想要 这个你的webcam的画面在某一个角落的话 他这边也可以点选 点选 那录影的装置你就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这边可以选大小 选影像大小 然后用哪一个webcam 然后储存之后呢 他就会等一下录影的时候 他会这个画面虽然看不到 但是你录影的结果 他会出现在一个角落里面 那所以当你要开始录的时候 你就按开始 好 那那个画面就会不见 那你一样就开始做讲解 比如说我要讲新制图的什么东西 那讲完之后呢 讲完之后 webcam的快捷键是F12 那我就可以把webcam的快捷键按下去 他就会停止录影 那停止录影的时候 他会让你存一个 存一个那个专案档的名称 那你就按确定 好 存完之后 如果你想看录制的内容 你就在上面这个工具列这里 箭头这里 选编辑讲解 那因为webcam比webcam多了一个编辑的部分 编辑的部分 好 那所以你可以选你刚刚存的这一段 然后这里可以按播放 好 那那个画面就会不见 那你一样就开始做讲解 比如说我要讲新制图的什么东西 好 那如果假设他有进阶功能 假设你要插入一个画面上的注解 那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要插入这个注解好了 点下去 然后就把选注解的功能 然后选在画面中间的某一个段落 然后我就把注解打进去 那打好之后呢 顺便他还可以 他可以选那个字 就是画面字的调整大小等等 字形 选好之后 这边还可以决定说 我这个画面要出现几秒钟 好 然后这是刚刚你 就是从哪里要出来的时候 你按暂停那个地方 他就会从这里开始加进去 好 当你按储存之后 好 按储存之后 你再继续再重新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新制图的什么东西 那讲完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 讲完之后 Evercam的快捷键是F12 那我就可以把Evercam的快捷键按 好 那么当你简单的修改 修改好之后 就可以按离开 就可以按离开 那所以你稍微看一下他的上面 他还可以有其他的功能 那就各位有兴趣就自己去再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离开 那离开之后呢 编辑的部分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影片拿出来用 那这边呢 他要汇出其他格式 选用MP4 然后他就会开始做 好 这边刚刚有讲 我们因为我们有选那个 讲师的Webcam的画面 所以你要放在哪一个角落 比如说放在左下角 大小 大小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汇出 好 那他的 他的转档的部分就比较稍微慢一点 就不像那个 Ocam一样 好 马上就好了 所以我们等他转档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他 Evercam转好档之后 他会直接问你要不要观看结果 那如果你要看的话 事实上他是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网页 然后你刚刚录了几个段落 都可以在这边直接做选择展示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在网页上看了 好 那我们直接到他的他做好的档案会在这个地方 他会在那个文件那边 所以我们把资料夹打开 到文件 文件这边 Evercam他录好的地方 这个是他的专案档 然后他就会伸出一个资料夹 叫做这个专案档的档名.ecm.mp4 那你点进去看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网页 那mp4的影像档就是这一个 就这一个 你可以打开来直接看 这就是刚刚我们录的 Ocam的使用 他是一个荧幕桌面录影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那边有两段 有两段 那刚录的第二段在这个 不需要用到讲解完之后就按停 你现在在上课 然后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动作都会在 好 所以他会把你所录的所有的段落 整合成同一个影片 好 这个是Evercam的使用方式